主持人 已經上課了兩三分鐘 因為中間有人要去上廁所 然後又有新人要進來 進來一個 又有第二名要進來 所以等到大家都做定了 我們才開始 我們九月下個學期的課 大概就調到禮拜四了 再跟各位提一下 因為上個禮拜 說禮拜三不能來上課的 原來就有四五位 那我們大概就確定 不調到禮拜三 調到禮拜四 好 我們再來 依然是我們這個人 人的豐富意 中間的長時間 這位是不合理的 西洋的群術 在天津 中間的長時間 也要來有幾多 一會兒 在天津 中間的長時間 有幾多 中間的長時間 中間的長時間 明天津 中間的長時間 上禮拜说功夫意有两个要点 一个是当下即逝 功夫一定是在眼前当下现在去做的 一秒钟以前还这个已经过去了 继承成绩 我们用不上功夫 一秒钟以后还没发生 也用不上功夫 所以功夫一定是在当下去做的 这个而且说的更恳切一点 所有的功夫都是在当下才能做 不过在当下做的功夫呢也有 重心就放在当下 这个叫创造 那也有呢虽然功夫还是得在当下做 不过那个功夫的重心呢 其实在处理过去的理事 比如说过去留下来的 受伤未愈的心理情结 成为人的自我防卫的机制 成为人的阴暗面 成为人内在的恐惧忧虑 成为人的批动 那就是因为过去没有在每一个当下 立刻去处理 以为时间过了就没事了 却不晓得 道德生命的这个经验 它跟感官经验不一样 感官经验倒有可能过了就忘了 但是因为呢 道德经验呢 是无论如何都跟我们的 有无限性 本质上是具有 无限性的本性 是有关联的 因为人有一个 这个自由无限性 他要求无限永恒 因此呢 他的生命中的创伤 如果没有处理 也会永远 各在那边 不会消除 不会消除 那 就无适于 这个自我的实现 或者自我的创伤 那些鸡毛酸皮 的经验 的确过去就过了 我们过去几十年 很多经验 根本就忘了干干净净 但有两样东西不会忘 一个是 一个是你很得意的事 一刹那济永恒 不会忘 另外就是你的受伤是不会忘的 创伤不会忘的 而那个自我实现的 一刹那济永恒 当然那个越多越好 因为那是越热的经验 反过来呢 那个受伤的经验 当然最好没有 越少越好 那只要是有了 你没有把它处理掉 你没有把它消化掉 它就会永远在潜意识提倡 做不定什么时候冒上来干扰 所以这也是啊 人做一个人啊 的无可旁贷的责任 你自己过去的创伤啊 你迟早都要面对 不面对的话呢 它不会过去 不会过去的结果会怎么样 你就会一直在轮回中 照闻到细死可以 如果未闻到啊 死了也没用 它会轮回回来 继续干扰 所以呢所谓的功夫是当下即逝 第一是所有功夫都只能当下做嘛 我们只有当下 我们能够用的上力 对不对 那也说明所有做功夫的必然呢 是来自于我们的主体 是主体在做功夫 而主体仅存在于眼前当下现在 第二呢 所谓 论运所谓的当下即逝的功夫啊 更恳切的是指的 当下所做功夫的重心就在当下 那个又是积极的 就在眼前当下创造我们存在的一加一 那其他的各家儒家以外的 道家佛家 他们常常做的功夫啊 那重心不一定是在眼前当下 而比较是在处理过去 所以过去呢未了的人生在 这是第一个要点 上个礼拜讲的还有一些疏漏 今天说的更完整一些 那第二点呢就是能进取辟 能进取辟是我们所做的功夫啊 一定不只是向内安顿自己的心的功夫 一定是呢 他对我们眼前当下所处的情境 所欲的这些人事物 是一定有他的影响的 那么这个尤其是针对我们刚刚说的 在眼前当下当下做的功夫 他的功夫功夫的中心就在当下 那就是贵爱 那就是贵爱 那如果我们眼前当下所做功夫 是了我们过去的债务呢 那就未必跟眼前当下 那个所处情境中所遇到的人事物 有这么积极的相关 所以那样的功夫呢 倒可以闭门思过 关起门来不跟人接触 甚至是面壁 甚至隐居 在眼前当下的专心 反倒要离开了眼前当下的纷扰 不要能够专心去处理过去留下来的债务 但是如下的功夫呢 他是最刚见的 就在眼前当下 中心就是在眼前当下 就是创造 就是爱 就是集物润物 所以一定跟你所遇到的对象 有更积极的这个交涉 会产生对他们的继续的影响 那这个叫做能进取辟 能进取辟 就在你当下遇到的人事物 就是以他作为一个机缘 作为一个凭借 去做自我实现的创造的功夫 那这是第二个要点 那总的一句话就叫做总言之 就是下学上达 好 那我们呢 上礼拜是讲了一章 这一章就是重点点出了一个欲 这个欲 这个欲就是眼前当下的身心动念 这个身心动念就是人 就是这个 所以也说君子去人乌乎成名 这个富与贵是人之所欲 从这个欲来讲 那这个欲就用一个什么来规定 就是用道 那欲的相反就是物 不欲 那不管欲还是不欲 他的规定都是如理何道 那也就是孟子所谓的欲其可欲嘛 所谓可欲之为善 那点出这个欲就是指的 我们的真心 人心 在眼前当下的身心动念 每一身心动念 都是正的 这个诚意正心 心是正的 所以那个意念也是真的 好 于是我们呢 请跟来下面这一章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为人 其余则日月聚焉 那在这边很明显的 那在这边很明显的 这个要讲清楚说明白 所谓日月之焉 什么意思呢 是怎么样制的呢 日月之焉就是偶然发生 偶然发生 偶然发生 是它自然发生的 或者说偶然的 偶然的自己发生的 偶然的自己发生的 不管是偶然还是自然 都表示了 不是基于人心的自觉主动 而发生的 不是你自觉主动而发生的 就不是叫做功夫 当然这个功夫是指的 最积极刚健 在眼前当下 去进行创造性的 这个实现的这样的功夫 好 好 那 这个日月之焉的那个 不是来自于 人心的自觉主动 那它是怎么发生的呢 所以我们要回到 人心的气质意 但是呢 完全按照它 那个 这个生命结构里边的那些 刺激反应的 模式 看碰到哪个模式 那 那就是有什么刺激 就有那个模式化的反应 那我们在讲七十一的时候 就说了 那时候完全看在过去的人生经验 如果累积的那种 那种 那种 那种人的 好的 经验多 那就形成了 佛家为师学所谓的 善种子 如果过去那种呢 是 负面的经验 累积的多 那就形成了 不善经验 好 于是才会有 忍者之祸跟不忍者之祸 那累积的那种 那种好经验多了 那就是一个软心肠 仁慈的 善良的 那是他的个性 当然这也会是一个浪好人 所谓浪好人就是 他对人好是模式化的反应 而不是他心灵自觉的抉择 所以他也是按照模式 没有能力去问 同样行为模式的 这个行为者 他的用心是正还是不正 所以容易被那种善的行为模式 所骗 有需要让好人 那好 不管你是 整个的气质 多半是好的 还是多半是不好的经验 那构成他的 那种良善仁慈的反应的 那个过然率 人比较高的人比较低 就算是很低的 就算是从小受到很多的这种 这个 这个 不仁的对待 也被虐待的 这个 性的防卫机制很多 就算是这样的人 他也有可能 有百分之一的好经验 虽然那个发生的 过然率比较低 可是也会偶然遇到 在那一刹那的时候呢 他就会有一个好的回应 就有一个好的回应 那这个呢 叫做偶然发生 叫偶然发生 叫偶然发生 那么这样的一个 偶然发生的那种 那种那种经验 孟子呢 就举出来叫做四端 就是偶尹之心 人之端尹 其实这个端 并不是我们说的 人心这个自觉主动 去进行的 自我实现的这个功夫 只是一个刺激的反应 那这个什么样的刺激呢 孟子宁就觉得 你乍见如子 将入于尽 在这个字意下呢 会引动人的不忍之心 这叫側隐之心 側隐之心呢 其实不是一个自觉的心 其实是一个情绪反应 用側隐的情绪反应 那这就是人之端 人之端并不是人 是人之端 因此呢 我们也许可以更准确的理解 人之端就是人的 人的过去的好 生命的过去的历史经验中 那种好经验 留在它的记忆库里面 因此呢 遇到某种情境的时候呢 这个经验会重新的被唤醒 会诱发 因此有了那个側隐之心 所以側隐之心呢 那就可以是我们 在当下做功夫的一个机缘 那我们被唤醒那个 側隐的不忍的那个心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可以呢 马上根据这一点啊 去掌握它 那言渊就是一个 能够呢就当下偶然呢 出现的生命中过去的一些好的经验 而立刻呢 用我们的心灵的自觉去借上它 因为借了那个机缘启动 于是它就能够呢 这个 以这样的一种 一种善良的这个存心 生性动恋就可以自觉地维持三个月 但不一定是刚好三个月 所以我们呢就说 为什么言渊可以三月不为人 正因为它有在做功夫 其余呢偶然发生玄起玄灭 就因为它没有去做功夫 做什么功夫呢 能尽取辟的功夫 这个能尽取辟就是 就眼前当下偶然发生的经验 经验当然也包括我们所遇到的人事物 这个人事物也包括 引动了我们 被唤醒了我们原来的一些 记忆库里头的记忆 这个都是眼前呢 某种际遇而引动的 就是我们马上呢 就顺着这样的一种这个经验 跟这个经验的反应 这个反应比如说彻隐之心 比如说持让之心 是非之心 修悟之心 这个都是一种情绪 这个情绪一定有当下的 那个的记忆所诱发 所以可以把这个连在一块 因眼前当下的偶然记忆 诱发了我们的自然的反应 从这个自然的反应呢 引动我们心灵的觉察 觉察 那么这个觉察呢 就使得这个心灵呢 能够维持着他的自觉主动的 那种功夫反应啊 维持到三个月之久 那就是因为他能够呢 这个及时回应当下的记忆 原来我们的所谓的功夫修养 并不是没事那边瞎做功夫啊 我们的功夫通通都是 眼前当下的偶然发生的记忆 而回应的 只是这个回应有两种 一种是模式化的回应 一种是自觉主动的回应 自觉主动的回应叫做创造 叫做道德实现 模式化的回应 模式化的回应 就是无名 不但是那种啊 这个自我防卫反应的是无名 就是顺着那种 那种 善仁慈的习惯回应 也还是无名 无名的意思就是 没有通过人心的自觉主动 不是自觉主动的回应 只是模式化的回应 那当然 这个主动自觉的回应啊 是有可能间断的 别人累了 别人遇到了挫败 打击 一下子丧失了 内在的那个根本自信 所以呢 它在那个时候呢 可能会掉回去那个 就是模式化的反应的机制当中 所以有时候啊 真的我们一累的时候啊 我们脑筋迟钝 我们的反应就是无心的 就是顺的 这个常常会有这种状况 比如说 我是喜欢啊 比如说 坐什么捷运啊 要去哪里啊 你就知道了 你要坐第一阶车厢 比如说 从我家啊 要坐捷运去台北火车站 坐高铁 就要坐第二阶车厢 从低到车门 因为一出来就有那个电火梯 对不对啊 那这个马上都会解 要回来的时候呢 要回来的时候 我通常其实只要车到火停站 从火停站坐车 当然现在已经是直接 两三站就到 就要坐到那个火车站 现在要在那个 那个网站基兰堂换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要回来 要回到火停站 叫做 因为我骑脚的车都是在第五出口 那要在倒数第三车的第一个车 一出来就是电火梯 然后就处在 我没习惯 但是有时候我们一起搭车 因为下雨坐公车 所以回来的时候呢 就要在第四出口 就不是倒数第三车 是往前驻第三车 因为出来才是第四 是回平东路的那一面 出来转和弯 才能够到公车站 如果精神是记得的 虽然经常是要坐倒数第三车 但是今天要坐前面属第三车 因为今天没细夹 今天要去坐公车 可是如果我们一累 头脑不管用 就很自然生的习惯 做到最后倒数第三车 上来才发现 或者要出站的时候才发现 到了目前才发现弄错了 只能还要过马路到对面去做公车 所以只能一累 为了省事 省精神 就会放下我们的心灵的自觉 就照着我们的习惯去反应 因为习惯省力 对不对 所以人心的自觉是会间断 人类的时候 人遇到挫折的时候 人一下子失去了对自己 面向自信的时候 人就没有办法做 眼前当下敏锐的感应跟准确的抉择 就不行 常常就会按照观性结果弄错了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我们要心灵重新启动 那怎么重新启动呢 还是因我们这个眼前当下 新的经验的刺激 那还是以我刚才的例子来说吧 那因为累 所以红红饿饿 就按照观性 都没察觉喔 到了古亭站 一出来才发现错了 这是一个新的刺激 因为你要出站 你看 你才 你才 这个时候才警觉到 你要从四处口不是五处口 而你出来那个人 那个垫扶梯是到五处口 不是到四处口 这个时候就要给自己一个警惕 这个比如说 你看 你刚才就是昏昧 提醒自己 给自己调侃一下 老了 糊涂了 下次不要冲刀覆车 更明觉一点 有点 那么当一个人的心 是时时在明觉当中 就算是有间断 不会很久 因为马上一个新的经验 就会提醒他 你刚才昏了 那如果这个人心是不能够及时明觉的时候 尤其是当然遇到挫折打击 起了一种防卫反应的时候 那他可能把他明明错的 比如在当时的情境之下 他的面子他不能够当中认错 就会硬拗 他这个明明是错的行为 给他合理化 不能够第一时间认错 常常因为整个的那个情境的压力 导致他的自我防卫反应 那好了 这个硬拗了一次 下面就会继续硬拗 你说了一次谎 就要不断说谎 来圆那个谎 因为你已经 已经做了错误选择了 下面就要 就要 顺着那个 想要搬回 最后越反越差越远 那就是因为人心呢 这个不能够在心的刺激之下 马上警觉改过 所以从今天我们就说了 言会是构诚实的 就是所谓忠信嘛 所以他能够呢 就算偶有间断 很快就能够重新启动 延续三个月 其他人呢偶然发生 寻起寻灭 那原因在哪里呢 有言渊心 是藏在明觉中的 是在主动自觉的反应之中 一般的人呢 都是模式化反应 就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做功夫 所以这个是有做功夫 跟没做功夫的差别 不是这个功夫修养的高下的差别 根本就是你有做还是没有做 因为儒家式的这种功夫啊 在第一时间做 这个叫做才过变绝 才觉变化 这个功夫其实是最有能力做 最简单的 因为没有人做不到 不是啊 弘子说的啊 无畏见地不足者 诚实嘛 有谁做不到 对不对 当下诚实面对自己而已啊 不要凹啊 不要合理化 不要自欺欺人啊 就好了 好 但我们呢 习惯性的凹硬凹 习惯性的自欺欺人 这个成为所有的模式反应中最高 最糟糕的一种模式反应 是过而不改 是未过 这就导致我们的过一直改不掉的人 可以说这是一个总的 让人不能改过的一个习气 它不是其他的习气 其他习气都是一种这个 面对这个环境的习惯而已 而这个是一种心理自我防卫的习气 跟一般的习惯性的那个模式不一样 这是自我防卫的模式 自我防卫的模式里头 这个最核心的一个就是 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 因为你把它合理化呢 它就不用改了 所以它的那种惯性啊 你的力量是最强的 因为它就直接是我们的心的自我背叛 是我们心灵的自我背叛 那其他的习惯必要是中性的 它也许有某些缺点就是让你会被制约 可是它也可能相对有某种好处 就是它比较省力 好 我们每天早上 这个完全不费力 昏昏 那个沉沉的时候 睡眼轻松就已经把洗眼摔摇都做完 因为它会自动完成 省力啊 这是习惯的好处啊 因为那些习惯基本上是中性的 可是它这种自我防卫的模式化反应 却不是中性的 好 所以它是最需要我们去警觉 去把它发出 好 因为这种习惯啊 有害物 它存在是一种那种 这个昏昏的 阴暗的 有这个邪恶的一种习惯嘛 所以为什么一起日月之夜呢 哎 我们有理由啊这样去推想 大概就是这种自我防卫的习惯多了 阻碍了它在眼前当下 当下即逝的时候的冷静取贫 于是让人这个越来越活在一个自我捏造的一个 这个世界里面 这个叫封闭 就是因为太长了自我防卫 使得自我成为一个封闭的自我 所以它跟外在世界没办法呢 形成有意义的连接 所有的连接都被它拧去 成为它的自我防卫的对象 比如说到后来就说人性是悟的 这个世界上有谁是好的 我一个都没有遇到过 说不定那个症结就是 这种自我防卫的习气太强了 强到它没有办法从那个封闭的自我实体中走出来 这样 好 这是我们对这一章的诠释 好 各位有没有什么疑问 如果这个过太多次了 道老师这样讲 它那个自我防卫已经成为安藏铁地的话 那独家认同你也不行 就单靠这个自觉 因为它已经太厚太强了 对对对对 那个简记得太厚 那单靠自觉 所以这个呢 如果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呢 就需要用佛家的 佛家需要靠智慧 你要学会一套智慧的运作 来堪破无名 来看出来这是假的 那如果这个都不行呢 那就是最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基督教那个 基督教他们会有那种降魔 这个上帝会降天火焚成 给你给你重重的敲 把你毁了 也就是说 人最后的把人敲醒的就是面临死亡 这个时候人才会猛性 因为逃不掉 就把他那个 那个非常牢固的那个自我封闭的 无名的那种壳啊 给他敲水 所以所以佛教跟基督教都有那种降魔的行动 如果以我看啊 基督教那个更严重 更凶耶 这个佛教密宗已经蛮凶的 可是所谓蛮凶就是 他那个法器都是用人骨头啊 来治 来做的 可是基督教啊 更凶 他们是用人骨头盖个教堂 这个欧洲那个黑死病 那个盛情的时候死了很多人 也是为了安抚人的恐惧 所以盖了 在欧洲有蛮多那个 用人骨 人的骨头盖起来整座教堂 好 所以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到那么严重 好 下面这一章 子曰 人远乎在 我遇人 失人至义 那么这几章都是扣井的 那个第一点就是 都在当下即逝 那么其实最很恳切的要点醒的就是 我们在眼前当下现在 我们是自由的 也可以说 这是我们唯一自由的刹那 不过如果我们刹那刹那都是如此自觉 那就可以连续成三月都是自由 不过三个维持三个月的自由 是纪念在每个刹那的自由上面 所以就核心本质而言 我们毕竟是 只有眼前当下现在我们是自由 所以这是无比珍贵的刹那 我们就不要红红饿饿 很昏昧的错过 我们一刹那一刹的都在错过 竟然就只错过了几十年 到临死了他发现我这辈子是用张帕 是不是 所以我遇人 失人至义 就是点脱人的绝对自由 就是我们信的所做的决定 甚至包括这一刻决定去牺牲 我这次他决定放弃 都可以啊 那这个牺牲的值不值的 放弃的合不合理应当别论 但是这要表明我们是可以 有这个自由做任何决定 在现在 当然孔子指的是要做一个好的决定 叫御仁 我遇人 失人至义 那能不能我们照一个句子 我遇不仁 失不仁至义 一样 如果要不仁就能够不仁 这个也许我们还没有 这个很多的刹那连续 使得我们的那个欲不仁 逐渐的演变成为一种具体行动 但是一刹那的这个身心动念不仁 就是人有完全的自由 基于人的自由恐怕人都有过 比如说所有小孩 非常高的比例的小孩 这句真的是调查问卷 都有过恨爸爸恨妈妈 想要把爸爸杀掉的念头 或者说淘家的念头 几乎每个小孩都有过 还好只是一刹那的念头而已 就因为他当初的情绪 比如他就是被爸爸冤枉 就是被妈妈 被爸爸打 被妈妈误会 有时候小孩会很激烈 说不要活了 说我恨你 对不对 如果他这么说我恨你 他可能恨不得就把你给杀了 前几天不是有一个十六岁的孩子 就跟妈妈要六万块去给他的朋友 那个车子的什么 妈妈不给 竟然这个火同朋友给妈妈 把妈妈逼杀了 当天晚上在被逮了以后 他那个辅导原来的痛哭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件事 一定就是想把妈妈杀掉这种念头 不止出现过一次 出现过很多自由 那叫凝固 所以当我们单纯说 人的自由无限性是自由的 他就指了绝对的自由 只是自由还要合理 自由就是欲 就是身心动念 自由还要合理就是欲人 我欲人世人君 你要什么就能实现 所以有句话说心想事成 我们不要以为 这只是依据祝福人的话 真的耶 这是真的 如果你心里这样想 不断这样想 整个的这个事态 就会往理想的这个方向倾斜 到后来真的就可能会实现 我很早以前看过一部电影 他就是一开头一首歌就是说 不要随便许愿 因为所有的许的愿都会实现 当然他是有点卡通式的夸张 但是呢 你正好把这样一个真理给点出来 所以人的一个意念 现在有个所谓的蝴蝶效应 他真的有可能很微弱的 他真的有可能很微弱的 发生这种连锁的反应 他就严重了扩大 原来一个意念 的确就是整个 到后来越来越渐渐的累积 到了很严重的事件 它的一个原始发动 也不够就是意念 就是意念 所以儒家的功夫呢 就要我们在身心动念的时候 就要小心 要承其意 所以你要意念是真的 是你真心想要的 要搞清楚 所以也叫慎读 在意念方动的时候 就要警觉要问 这是我真正要的意念 如果单纯寄予自由 是可以遇人也可以遇不人 可是这个不人是我真正要的 这个被妈妈冤枉的时候 是想把妈妈给杀掉 也是当所谓的意念 但是等到那个情绪瓶以后 不要说我真的要这样 要其实把它划掉 不是有这个意念 动了由着把它存起来 我们现在手机 都有储存你的相片 你按一下就储存 是不是 就因为那些不人的 不是我们真正要的 不要储存 马上散掉 我当下化掉 否则储存久了以后呢 这就形成一种惯性 因此这一章点出这个 我们的人心 当然在孔子的时候 还没有很自觉的主体意 他只是很真诚的他的 道德生活的体验 就直接说出这么一句话 我欲人识人知语 那是就眼前当下的行动的体验而已 但是我们从这边呢 可以呢 引申到 这就是点出 人的这个心灵 是一个自由的心灵 我们就是把这个第一点 借着这三章交代完毕 我们修习一会儿 下面就是那第二个要点 这是就是两进取片 平 Dingen 谢谢大家